中国泰瓦省珍化现一名80岁老人因为行动不便,家属找了护工看护老人,但是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。 近日,80岁的老人遭印尼籍护工虐待,视频中,这名印尼籍的女护工对待老人非常凶恶,把母趁家属不在的时候野蛮,得给老人硬菜食物,喂饭食补短三把掌,保母甚至用脚踹老人的脸部,因为力道过大,老人被踹得摇头晃脑,给老人粗鲁的戴帽子。 老人,由于年纪大,说不出话,但从表情可以看出,他非常痛苦。 老人的家属在五月时在住处,听到老人喊救命,后发现护工除了会在家中各处对老人进行虐待。 家属存购证据,于七月带着中介公司要处理时,起料女护工精直接否认虐待,直到他们将监控拿出来对治,这才吓得对方直接跪地求饶。 随后带着她到劳工处解决并协助理警,有网友称出镜而已,真是太便宜她了,如此虐待八群老人直接判处死刑都不为过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尽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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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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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